国家主席习近平4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言科 习近平请马特维言科转达对普京总统的诚挚问候 他说上个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我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 我向普京总统颁授了中国首媒友谊勋章 这也凸显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我期待着本月在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再次同他见面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树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 今年两国都顺利完成各自国内重要政治议程 在实现国家和民族富强振兴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也为中俄关系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认真落实好 我同普京总统达成的各项合作共识 不断更新合作理念 创新合作模式 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新的成果 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表示 立法机构合作是双边关系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 中国全国人大和俄联邦会议交流机制日益完善 为两国开展全方位合作提供了有效立法支持 搭建了多渠道交流平台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继续为两国各领域合作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 马特维研科转达了普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他说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 俄中关系实现了高水平发展 当前 双方的重要任务是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两国立法机构在其中大有可为 俄联邦会议愿深化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 加强立法等方面经验交流 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密切在多边议会组织的协调配合 更好的服务于俄中关系发展大局 王晨参加会见 王晨参加会总统费 则扎